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宝贝是建于明代的四百多间老房子 算下来他们都有六百多岁了 这些年搞旅游 刘华湾村尝到了甜头 村民们还想更上一层楼 这不村主任拍板 决定由袁秀才当导师 提前给大家伙培训培训 大家我念一遍 跟着我念一遍啊 和鹅和花 和鹅和花 你得不对 这位就是村民们举荐的袁正红 为什么叫他袁秀才呢 是因为这刘华湾 是当地出了名的学霸村 历史上出过两个竞士 五个秀才 袁正红就是竞士袁学院的后人 这块匾 这一片屋 那个都是刘华湾搞文化旅游的 精字招牌 秀才算了 别教这个了 来手打油师 好好好 你说打油就打油 把我脑云放哪头 那怎么办咯 要想玩转牛华湾 就得过我秀才光 秀才光 怎么过呀 师叔你也都不知 不如来个打油师 打油师打油师 币路郎 原灰师 真狼图 老家立功 护大汤 兵师老族 原民选 生涯开路 丢华湾 主恩放着 床后代 竟是秀才 累是汤 和亲改革 严盛世 与君共养 好时光 一手打油师 串起了古村的光影流年 相传在六百年前 村民的老祖像 原民选 以养鸭为生 他养的鸭子 那很奇怪 一下河 就像是安装了导航一样 直奔一个叫 刘家湾的地方风丸 原民选一想 这莫非是天意吗 于是他就在这里 安了家 随后又将刘家湾 改名成了刘华湾 寓意渊远流长 永放光滑 越传统越吃香 如今的柳华湾村 古民居旁的农家乐 一年进账二十万 八百五十亩的 莲虾养殖基地 一年收入七百万 一到了节假日 有人就络绎不绝 一个转身 就能玩一把穿越 文化体验由花样百出 有人一太万方 走着走着花都开了 也有人爱冒险 走着走着花容失色了 救命啊 快点快点快点 救我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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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景变成了前景 副业变成了副业 琉花湾村一老卖老 玩出了新花样 也玩赚了老百姓的新生活 玩出了新花样